今天我们来学习番茄工作法第一部分的内容 拖延症反复发作,让番茄拯救你的一天 在正式学习番茄工作法之前,我们要先讲一个故事 前两天,小编的一个朋友茉莉同学花了几把银子和心理咨询师聊了一个小时的天 大家可能会想,茉莉同学一定是有十分严重的心理问题 才会花银子和心理咨询师聊天 其实,茉莉同学并没有抑郁和更复杂的心理问题 她去找心理咨询师,仅仅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她刚刚参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试 在考试的压力下,拖延症发作,复习进度严重落后 又因为不满自己的复习效果,不停地批评自己 导致压力更大,拖延症,愈发严重 从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无法自拔 沉重的压力快要把茉莉同学压垮了 她觉得自己需要和别人好好的聊聊人生 否则,她可能就要去找上帝聊人生了 其实,茉莉同学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 学习和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快节奏的生活也会对我们提出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要求 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或者记事本上都有长长的to list 每天忙忙碌碌,可是却又觉得时间不够用 这一切都是因为拖延症反复发作 拖延症严重地制约着我们的发展 无数时光无白居过息 在拖延症的作用下从指缝悄然溜走 不至好拖延症,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只会事倍公办 那么,拖延症到底该怎么医治吗? 来,吃个番茄吧 番茄工作法是治疗拖延症的灵丹妙药 它是由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西里洛发明的 弗朗西斯科·西里洛在大学的时候 学习效率极其低下 作业总是做不完,是个十足的学渣 他对自己这种学习状态非常不满 痛定思痛之下,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 于是,他和自己打赌 我能否真正学上十分钟? 这时候,他正好看到厨房的计时器 于是,他用厨房的计时器帮自己计时 调整学习习惯 从而进一步发明出了番茄工作法 那么,番茄工作法该如何使用呢? 番茄工作法有三条核心 分别是活动清单、今日待办和记录 在活动清单中,你需要把你想做的所有事情 逐条写在这张纸上 先不用考虑权重,不用想事件的轻重缓急 只要你想到了,就可以写上去 这张纸上的事件是可以随时增加的 活动清单写完之后,把它放在你的右边 再把今日待办放在左边 用两分钟仔细对比一下 每个事项的紧急程度和重要程度 选出今天要做的事情,能做完的事情 活动清单和今日待办写完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一张记录表 记录表是用来跟踪每个事项的完成度 完成时间,以便及时调整计划 反思工作方法 现在,随便拿起你办公桌上的一支笔 三张白纸,还有一个计时器 早上到达办公室或者图书馆的时候 打开计时器,倒计时五分钟 拿出一张白纸,在上方标注活动清单 把在你脑袋里存储了很久的各种待办事项 统统写下来 不用顾虑事件的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 记录性的工作落到了纸上 我们的大脑就会被清空 我们可以更专注于思考和深度学习 而不用每一天都记忆琐事 也不会遗漏要做的事情 活动清单的每一项的格式 可以是主题,加上事件,加上达成效果 再加上最后期限 例如学习,加论文,加完成文献综数,加晚七点 这一项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晚上七点之前 要完成论文中的文献综数 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习 今日待办清单应该如何写 首先我们拿出一张白纸 在上方标注今日待办 标注好当天的日期 然后把写完的活动清单放在今日待办的左边 分析活动清单 根据每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 把今天要完成的任务移到今日待办这张表上 当我们把活动清单和今日待办完成之后 恭喜你,你完成了你的第一个番茄钟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一张白纸没有用到 这张纸我们是用来做记录的 我们需要在白纸上记录下来每项任务的完成过程 在记录表上 我们可以写下事项 预计用了几个番茄钟 实际用了多少个番茄钟 被打断了多少次 反思还有成就等等 经过上面的学习 我们可以发现 番茄工作法是一个统筹安排时间和反思回顾的过程 一开始使用番茄工作法时 由于长时间的散漫 对时间的把控能力不强 我们往往无法合理的预测番茄钟的多少 在一两个星期不断的反思回顾之后 慢慢的我们就形成了合理预测工作时间的能力 也通过一个个番茄钟的坚持 养成高效学习 工作的习惯 好的学习习惯自然而然也就覆盖了拖延的习惯 番茄工作法整个落实过程 总的来说就是列好两张表格 四个番茄时间为一个大的组合 做好记录三个方面 列好两张表格指的是列好活动清单和今日代办两张表中的内容 四个番茄时间为一个大的组合指的是三个高效工作25分钟 休息5分钟的番茄钟 加上一个高效工作25分钟 休息15-25分钟的番茄钟 做好记录指的是通过记录表中的反馈情况 合理调整接下来的计划 比如如果你打算今天写完两篇文章 学会一项PS具体技术 联系客户 一天过后 你会发现仅仅在学PS上就花费了以上五的时间 下午因为领导的临时任务安排去参加会议 那么第二天的计划就要考虑突发事件 为要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 并且合理调整每项任务所用的时间 落实下来番茄工作法 你会发现你的每一天都紧紧有条 拖延症也随之消失 岁月匆匆催人老 韶华意识难再得 朋友们莫富好春光 再见 再见 再见